我擔當彈奏 你擔當彈奏 大家好 這邊是Piag 今天要跟大家用科學研究的方式 來探討儒素的力量這支影片 然後會順便跟大家分析一下吃素的好與壞 包括運動表現 鞋子素 還有你的勃起的功能 那我們廢話不多說 就這個啦 看下去 羅馬戰士真的都是吃素嘛 首先我們有詳細的記載他們的飲食內容 所以我們只能夠從骨頭去推斷出來 但是這一篇研究呢 他就說其實古羅馬戰士他們是 什麼都吃 而且他們並沒有那麼在意他們自己的身材 他們只想要活下去 然後有大部分的羅馬戰士 有可能是奴隸 有可能是戰爭過來的輔助 所以我們通常都是推斷說他們有什麼就吃什麼 然後他們沒有那麼多的錢去吃肉 所以並不是因為他們想要變得更強 所以去吃素 只是他們買不起肉而已 吃素可以吃足夠的蛋白質嗎 其實影片中有蠻多的東西 一直在跟我們說 吃素也可以吃足夠的蛋白質 那這句話其實是非常的OK 但是雖然素食的蛋白質來源 它的品質比較列於動物性的蛋白質來源 但是其實只要把氨基酸補足的話 那其實也是很OKOK的 比較常見的像是歐洲的吃法 豆類配吐司 就是豆類它比較少的 Methionine用骨類來補足 然後同時骨類比較少的 Lycin用豆類來補足 那這樣子的話就可以補成一個 比較完整的蛋白質 那吃進去的話 其實蛋白質是很OK也很夠的 如素之後的運動表現 真的可以變棒嗎 你的肌肉量真的可以變多嗎 這些運動員他們有的運動表現 跟肌肉量真的很猛 我很佩服他們 我也很相信 真的是有吃素可以達到 這麼厲害的一個表現 但是我這邊必須說的就是 他們大部分只是在分享 個人的經歷而已 並沒有一個詳細的數據 可以直接的指出 他們是因為在吃素之後 他們有這個那麼大的一個進步 比較驚訝的是 居然連阿諾都出來講話 因為我相信他表現最好 肌肉量最高 身材巔峰的時候 一定是有在吃肉的 而且我之後其實有去看他 其他的訪談 他也只是說 他只是吃比較多蔬菜 然後少吃一點肉 他並不是進行全素食 所以這一點 我是覺得有一點奇怪 那我們來看看研究的部分怎麼說 這個研究 他們把76個人分成三組 分別是全素食 素食跟葷食 他們進行了六個月的訓練之後 發現他們的進步幅度是差不多的 但這個是進行跑步的研究 那我知道我大部分的粉絲 其實都不會跑步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蒸雞的部分 會有什麼樣子的改變 以蒸雞效果來看呢 大部分的研究都指出 較有你的蛋白質有吃夠的話 其實吃素跟吃葷 你的蒸雞效果是會差不多的 但大家可以看到這個研究 他對老人進行肌肉量跟肌力的一個研究 發現吃葷的會比吃素的進步幅度還要更大 那這個其實就有可能是因為老人他的腸胃退化 再加上素食的蛋白質的吸收跟利用本來就比較低 所以兩者加在一起會導致他們的增肌效果受限 所以我個人是認為 假如你本身有一些腸胃的問題的話 你要用素食來增肌 也許就比較需要注意一點 那其實也有蠻多粉絲在上一支影片問我說 進行了全素的一個禮拜之後 訓練表現跟身材有沒有太大的差別 那我本身是覺得沒有 那很大的原因有可能是 因為一個禮拜真的很難看出 一個飲食會帶給身體的一個改變 那以SOLO來講的話 他本身就有很多的一個訓練表現 開始慢慢下滑 然後肌肉量開始慢慢下滑的一個問題 那有可能就是因為之前他自己就知道 他腸胃有一些問題 所以要是在進行素食的話 這個部分就會造成他的訓練表現 跟肌肉量有更大的一個影響 這邊他們做了一個實驗 就是說吃肉會讓你的血液變混濁 然後吃豆子會讓你的血液變清澈 然後他們還說吃肉 會對你血管內皮組織的功能下降 對心血管疾病不好 那很多人就會問我說 這個研究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 那我必須跟你說 他有一半是真的 因為的確有研究發現 就是你吃飽和脂肪酸之後 你的血管的內皮組織功能 的確會有短暫的下降 所以這個部分是真的 但是在另外一方面 也是有其他的研究發現 在你吃完植物油之後 也會有短暫的血管內皮功能下降 所以其實不管你吃動物油 還是植物油 都有可能會造成這個想法的問題 但他們在電影裡面沒有明顯的指出 他只有跟你說 吃肉會讓他們血液變混濁 內皮功能下降 所以我覺得這一點 他們有一點在誤導大家的感覺 吃草也可以變得跟牛一樣壯嗎 其實這個從預告片裡面 我看到就覺得 怎麼會有那麼 白目的一個說法 就是有人會拿人跟一個動物來比較 就是首先 我們沒有四個胃 我們不會反出 然後人類 你也不會一天花12個小時 一直在那邊吃草 然後去反出 所以基本上兩種不同的東西 你給他去做比較 就是沒有意義的 那牛他可以靠吃草變得很壯 但是人 你沒有那麼多時間 你天生的基因就不一樣 所以很難去做一個比較 吃素會讓你勃起更順利 性功能提升嗎 這個其實也是有蠻多的粉絲在問我的 因為我知道 蠻多人會有這方面的問題 他們在影片中有做了一個實驗 就是說吃素會讓你的性功能 勃起方面變得更加的順暢 但是那個影片中的醫生 其實也有說到 這並不是一個很棒的研究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真的研究怎麼樣去指出勃起這個部分 基本上大部分對於勃起的飲食指南 都是偏向說 我請你去吃地中海飲食 那無妨就是說 很大量的蔬菜啊 然後 橄欖油 魚肉之類的 然後還有一些水果 那這個部分 他們其實是希望你可以從蔬菜跟水果中 攝取到更多 可以讓你體內造成 一氧化氮的這個東西 然後可以間接的去影響到 血管擴張 然後讓你勃起變得更加的順利 所以影片中 他們說吃多一點蔬菜 會讓你勃起變得更順利 我覺得是OK 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呢 其實有其他的研究指出 你在吃魚 或者是在吃動物的內臟的時候 也可以從中 攝取到比較多的Cocutine 那這個部分其實也是有幫助到 勃起功能方面的 所以我個人是覺得說 你吃比較多的蔬菜 跟吃比較多沒有加工到營養價值高的肉類的話 其實兩者加在一起才可以讓你變成一個更厲害的猛獸 那以下這些我給大家一些Bonus 就是相信大家會蠻需要的 改善性功能方面呢 我會建議大家去多運動 尤其是重訓方面可以去進行 然後不要抽菸 不要喝酒 體脂不要過高 然後去睡一些好的覺 這樣子的話呢 我相信大家都可以獲得一個不錯的硬度 吃全素的加工食品 會比吃婚類的加工食品還要健康嗎 影片最後他們其實還有秀出一堆 好吃的素食的加工食品 像什麼披薩漢堡之類的 但是我覺得這一點他們做的不太好 會讓大家誤以為說 吃素食的加工食品會比較健康 但其實就算是植物的東西 他進行了很複雜的加工程序之後 還是會影響到他原本該有的一些很棒的好處 像是這個研究他就指出 你多吃植物的部分 是會讓你的心血管疾病方面改善 但吃植物的加工品 反而是會讓你的心血管疾病惡化 影片中也常常把吃婚 跟吃一些不好的加工 肉類混在一起 比如說漢堡啊 熱狗之類的 但是我覺得這樣子並不是好 因為就算吃婚 你還是可以吃得很健康 我最後想推薦給大家就是 吃蔬菜有吃蔬菜的好處 像是他有很多抗氧化物啊 植物化學素之類的 都是在吃蔬菜的時候才可以獲得 那吃婚的時候呢 也是有吃婚的好處 像是他是有很好的蛋白質 然後有很高的一些營養密度的東西 很快速吸收 那這些都是只有在吃肉類的時候 才可以獲得的 所以我個人是覺得 要是你可以從吃蔬那邊 跟吃婚這邊 把他兩個的好處混在一起的話 其實對你不管是身材方面 對你運動表現方面 還有對你實際上 生活的簡單性方面 都會有更大的一個幫助 我相信 然後我也有認識 就是吃全素 可以把自己身材練得很棒的健身人 但是我個人是覺得 目前以台灣這個生活環境之下 你要進行全素 然後去練到非常非常厲害的話 你會花比較多的精力 花比較多的金錢跟時間 所以我個人是覺得他會比較困難進行 也比較難持久 最後還是要很感謝 有足足的力量這支影片的出現 讓我去挑戰了一個禮拜的素食挑戰 然後從中可以獲得很多新的素食蛋白質的食材的知識 還有他們的料理方式 最後就希望這支影片對大家有幫助 我們就下次再見 謝謝大家 大家掰掰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